财阀家的小儿子,韭菜家的小儿子,现在为大家演绎的是宋仲基,在妈妈已经过世后的回忆画面,剧情大纲大概是这样子,宋仲基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小孩,父亲在汽车工厂上班,母亲在开的小吃电营业然后生了两个儿子,宋仲基是大儿子还有一个小儿子父母努力的工作,希望培养小孩子一个可以读书读好书做好事做好人的未来。 然后不出意外就要准备出意外了,接下来遇到了金融风暴金融,父亲可能的工厂收入没办法让他们有收入来直出故事的开始,这是一个省吃俭用的小家庭,父亲在汽车保养厂上班,母亲在家里开的小吃部,营业的微薄的收入,去供养两个小孩,负责一家四口的开销以及房贷的生活压力,我想这应该是大部分80%以上的小家庭的过程跟模式。 过程当中故事背景刚好,金融海啸造成的经济危机,导致父亲的工厂没办法继续正常上班,去赚取微薄的收入来供养这个家庭,母亲。 深知这一点欲是把家庭的生活准备金以及周转金,想说如果有机会赚钱的话,他应该可以去赚些钱来。 贴补家用。 通常故事的得开始都这样子,随着一片经济情势的大好,让很多散户,或是韭菜的我们,不知不觉的,把自己的家庭的活命资金, 投入到另外一个投资市场,去赌他的未来,看能否贴补家用,但是现实会遇到状况。 往往是像剧中所表演表达的剧情,是这样子,母亲为了贴补家用,然后呢,把家庭的生活责任准备金。 偷偷入到另外一个投资市场,想说要赚取价差,赚取利润来,让自己的孩子可以去正常的读书就学,就业取得了一个美好的未来。 接下来,海啸发生了,景气变坏了,公司裁员了,股票变壁纸了,母亲的画面,是来到了已经宣布破产的公司, 破产清算的公司,参加抗议活动,但是它只是是远远站在远方看住事情的发生, 并没有参加抗议活动。 接下来,看到的画面是,母亲破旧的毛衣,破旧的线衣,破旧的鞋子,省吃俭用了一辈子。 只想着为这个家去赚取更多的钱,看到一个一个正道经营的公司,他选择相信了。 他相信的市场,于是就把钱投入到这个市场。 没想到买到的地雷股,清算股票下市,资产资金瞬间归零,这是让人无法接受的。 重点是,回去以后,需要面对无法面对的问题。 第一个问题是,家庭的开销怎么办? 第二个问题是,孩子的生活费、教育基金怎么办? 第三个问题,当他的家人对他质疑这一切怎么办? 他知道错了,他想认错,但是他无法解释,也无法面对。 其实是只有多少钱的,但是他负担过了,也承受不了。 于是他选择了另外一种模式来结束他的一生。